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594集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 这些声音可以让听到的人们由耳膜颤折心尖 如触电一般瞬间体会无比复杂的感受 而这些声音本身便是极为复杂和开放性的 足以令人产生极多的联想 故而这种感受也变得极为繁复 比如安静的稻田下 田鼠啃食根茎时候的声音 就像是雨点轻轻地洒落在沙滩之上 沉浸于单相思的村姑坐在田笼上 听到这些细微的声音 谁知道它会往浪漫的正无限 还是逆方向去想啊 比如嬉戏缩缩的声音 也许是一只水鸟在梳理自己的羽毛 或许是结衣 或许是丝魔 再比如此时窗外剑种中的 无数剑之倒叉余地 在东夷成暮色的笼罩下 在海风的吹拂中互相碰撞着 发出轻微的金属翠响 似乎弥漫起一股肃杀的刀割之气 但若闭上眼去听 或许能听出风铃的柔眉感觉来 嘶 这种声音是人类最熟悉的一种声音 是某种脆弱的事物 破裂时的随生物 比如情闻思善 比如范思哲当年思书 比如上京城会馆里 范贤撕下阎兵云的白袍 替他仔细地包裹伤口 声音的魔力 在这安静的箭炉房间内 展现得淋漓尽致 先前还是愤怒而冷漠 互相攻肩的两人 都随着这个声音 停止了彼此的语言和动作 小皇帝身上的束缚 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从颈部一直向下 破到了腹部 露出里面的白色内衣 就像是一枚白镜的鸡蛋 被人小心翼翼地 拨开了蛋壳 露出里面娇嫩的内容 又像是一个被包装极好的礼盒 被人撕开了缎带 窥见了里面的宝藏 此时已是农春 人们身上穿的衣服并不多 小皇帝也不例外 明黄色的记带上 垂着一片破裂的衣衫 看上去有些滑稽 范贤陷入了沉默 必须承认 他这一手 是下意识的行为 只是在与对方争执不下后 一种恼怒促成的行为 或许也是他下意识里 对这位皇帝陛下 有那个某种施虐的冲动 然而 当真的撕开了皇帝的衣服 看见了对方平滑的咽喉 他却愣住了 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小皇帝的喉结 只是一个微微的突起 明显是被人做过手脚 在失去了衣服的遮掩之后 根本不可能逃过范贤的眼睛 他 是他 赤裸裸地出卖了他的真实性别 不知道那些白色 记带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竟然能够遮掩得如此之好 没有让任何人发现其中的秘密 发育了之后 再想捆死 难度太大 而且 对身体不好 范贤的嘴唇有些干燥 范贤只是一个机能正常的年轻男子 当确认了北齐小皇帝的性别之后 他必须用这种方法 来击碎对方坚硬的心脏外壳 然而真的确认之后 他却有些枉然 他觉得自己的外壳 似乎也要被击碎了 长发丝丝柔顺子 耳畔滑落尖头 这一刹那的温柔 让北齐皇帝有些枉然 似乎内心深处最深底的那抹阴暗 就随着范贤解发的动作 就此散开 再也不会成为压在自己心尖 让自己坚于呼吸的重负 在大一刻 他已经放弃 已经认命 甚至隐隐 有些欢喜自己的长发 可以这样柔顺的飘下来 因为他的对面是范贤 这个 他曾经 无比喜爱过 无比仇恨过的范贤 曾经在他迷醉时 肆无忌惮展现自己柔美一面的范贤 小皇帝已经来不及思考 在他的下意识里 或许早已经想过 如果这个世间 有谁能够知道自己是个女儿身 当然 范贤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自己早就已经向他谈怒过这一切 只不过当时的他昏迷不知 小皇帝淡淡的美丽与哀愁 难得的一丝女儿家气息 人生仅有的一次女性回归 都是在范贤的身上 他认命了 甚至还要强迫自己 咬牙压下心头那丝 无错终的欢喜 然而撕的一声 小皇帝的前巾被范贤的大批官手 异常之间的撕裂 露出了从不是人的身体 所以他傻了 眼神开始涣散 被这强烈的冲击与危机 刺激的说不出话来 只是正正的盯着范贤的眼睛 浑身上下僵硬难动 愤怒的双手紧握颤抖不已 戴得身下木床 一片吱吱之声 他发现范贤的眼光盯住自己 眼中露出一抹 令他十分厌恶的气息 然后听到了范贤 关于自己胸部发育的那句劝说 于是一抹尴尬而愤怒的红韵 从小皇帝的眼角升起 渐渐晕开 涂满他两片脸颊 以至双耳在至颈下 最后甚至连白色布巾上 都开始泛起淡淡诱人的红意 暮色在窗外运积着 却远远不及小皇帝身上 红眼来的刺眼 所以范贤眯了眯眼睛 右手像是不听使唤一般 伸到了小皇帝的下巴下方 指尖一挑 挑落了小皇帝咽喉部的伪装 假侯杰一去 虽然此时他依然被遮掩在白布之下 但整个人的感觉都柔和了起来 渐渐向着小姑娘的方向发展 范贤细细地端详着他的眉 他的眼 渐渐靠近他 就想欣赏一件独特的珍宝 一直沉默无语 他确实很惊讶 一位女子是如何能够瞒过天下人二十年 在北齐做了二十年皇帝 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发现一丝问题 眉 是自幼便被修过 渐渐生得比较粗壮 眼角似乎是用了一些药物 让眼中的情绪显得更加稳定 至于眼神和做派 想必是北齐太后自幼对小皇帝的训练 范贤只是本着研究的精神 对这个天底下最大的秘密之一感到震惊 所以才会越靠越近 但他却没有注意到 小皇帝虽然愤怒地僵立在床边 眼中的愤怒却是越来越淡 但成了恨 但成了冷漠 北齐小皇帝是女人 这虽然是范贤三年前就猜到的事情 但如果无法二人静视独处 他这一辈子都无法证实这一点 利用这一点 且不说日后要如何利用北齐太后皇帝母子俩最大的命门 但说证实了这件今天的秘密 已经让范贤兴奋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绝对没有沙波那么大的拳头 就这样横生生地出现在范贤的眼前 拳头上的皮肤很滑嫩 甚至可以看见隐隐的青涩血脉 这也证明了拳头很有力 运势已久 速度极快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闫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啪的一声闷响 两道鲜血从范贤的鼻孔中流了出来 他恼火地捂住了鼻子 狠狠地瞪着还直直伸着拳头的小皇帝 按想自己不是被这女人勾引出的鼻血 还算这个不是太丢脸 以他酒品上的实力 居然被一个只从郎桃处学了些三角猫本事的女皇帝打中了鼻子 这其实已经足够丢脸了 如果他不是太过入神 太过震惊 对小皇帝的脸 眉眼 太有探究欲 怎么也不会挨这个拳头 小皇帝缓缓收回拳头 冷笑说道 朕这一生还从未被人如此侵辱过 但凡轻视朕的人 必将付出代价 这话说的是大气凛然 配以小皇帝那张天生帝王脸 唇角的淡淡的嘲讽 不怒而微 看上去着实有几分气势 然而 此刻的小皇帝 钱筋全裂 不挑有气无力地 垂在明黄色的继带上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偏偏他还做出了这副模样 实在是有些滑稽 范贤却没有笑 抹掉鼻血后 平静地说道 我不计较这一拳头 但我不希望 以后还有 不要忘记 你是一个女人 你是一个女人 这句话狠狠地砸进了小皇帝的心里 砸得他地心大乱 肝肠寸断 心惊胆颤 一片黯然 愤怒与绝望充斥着他的内心 就连凌乱飘在他唇边的黑发 都感受到了他的情绪 敏入他的唇间 由他狠狠地咬着 范贤被这绝望的神情震住了 他不是一个心软之人 只是从来没有想过 北齐小皇帝有朝一日 竟然也会露出如此可怜的模样 这几年来 北齐朝政与诸相大事 已经证明了这位女皇帝的能力 在南庆君臣的强大压力之下 依然能够让北齐保持着稳定 仅凭这一点 范贤就不得不对 他的治国的本领 打上一个高分 二十年的伪装生活 帝王生涯 毫无疑问 让这位小皇帝的心理有些扭曲 然而这种扭曲 还处于一种可控的范畴之内 相反 正因为时刻要提防着秘密的外泄 她变得更加的谨慎持重 有一种同年龄人 绝对不可能拥有的稳重和成熟 就算是被范贤置住时 她依然没有一丝慌乱 然而当范贤无情地再次提醒她 她的这个秘密 有可能明天便会成为天下人皆知的消息 她终于承担不住 坚硬的外壳碎成无数碎片 就像是被大石碾压后的海螺 小皇帝的目光很怨毒 很愤怒 但是内心里却带着一抹很怪异的平静 如死记一般的平静 平静之后又渐渐运出两抹疯狂的神情 这种神情范贤曾经见过 当年长公主李云锐死前的刹那 所以她的这个心紧张了起来 缓缓垂下双手 时刻准备出手 小皇帝的表情有些木然 张开双唇 任由黑发滑下 声音无比冰凉 朕是一个不受威胁的人 她以为自己能够猜到范贤知晓 自己秘密后会怎么样做 手握如此大的秘密 以监察院的能力 可以很轻易地动摇 北七皇室统治的基础 整个天下的北方 都会因为这个消息 渐入混乱之中 你不可能利用朕 如果你揭穿这件事情 朕便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隐瞒住 朕又怎会任你利用 小皇帝愿毒地看着范贤 范贤沉默许久 缓缓低头 说道 我要求的东西并不多 只是让你听话一些 她翘起唇角自嘲说道 你毕竟是个女人 再如何厉害 在某些关键环节 总是不如我们这些臭男人 静得起摔打 要成大事 指望你是不可能的 小皇帝的眼睛眯了起来 看来 你早就已经想好了 后面的事情 但是 朕岂会听你 此言一出 小皇帝眼中 绝绝之色一现 狠易大作 不知从袖子里的何处 摸出了一把小匕首 狠狠地朝着自己的胸口刺下 入了箭炉 范贤便感觉到了安全 他没有把小皇帝放在心上 所以 也没有去搜索小皇帝的身体 毕竟他知道对方是个女人 也不想把对方得罪得太厉害 所以根本想不到 小皇帝身上居然还有 最后一把用来自尽的匕首 这匕首难道是很小的时候 北齐太后交给他的吗 不知为何 范贤的心中 忽然涌起一抹淡淡的同情 同情身前这个女儿身的皇帝 终日惶恐 生怕被人发现自己的性别 不能如一般的女儿家那般过日子 如此的一生 岂有半分愉悦可言呢 他一掠而近 指尖一弹 弹中小皇帝的脉门 当的一声 那把小匕首落在了床下 而小皇帝的眼中却闪过一抹狠意 左手悄无声息地 抠动了袖中的鸡弩 嗤嗤三声 房间里响起一声范贤的怪叫 只见他在床边强行拧身 身体如灰龙一般翻滚着 在险到极致的情况下 避开了这三只弩箭 衣裳已经被这三只脆毒的弩箭 刺破了丝毫 幸亏他里面依旧穿着监察院的衣物 不然仅此一击便能让他受伤 范贤门哼一声 直接把小皇帝扑倒在床 双手按住他的双肩 愤怒地一拳打了过去 正中小皇帝的脸颊 他只愤怒 在于刚刚对这位女皇帝 生出些许同情之心 却险些被对方暗伤 他这才明白 对方毕竟是位皇帝 是游离于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种生物 在面临着人生最大困局之时 对方会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来杀死自己 小皇帝的唇角流出了鲜血 却没有昏过去 骄傲而怨恨地躺在床上 看着骑在自己身上的反贤 说道 有种杀了朕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言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明镇 明镇 感谢观看